在酒店泳池里放风筝 滑皮艇 玩滑梯 这是泰国时下流行的度假方式 沙迪卡 我是生活大泰国的肥叔 今天带亲戚们过来裸泳这边的旺豪酒店度假 这两天基本都会待在酒店里 彻底的放松度假 享用酒店里的各种娱乐试试 而且这里是宠物友好酒店 我们把商城也带了过来 带国的住客只能住在就地的楼层 小狗 say hello 这里 say hello 你坐下去干嘛 然后好多东西我们带了 这个是我们拿来装狗的 这是衣柜 然后普通的开放的那个浴室 它是可以拉起来 挺好的 浴缸 洗浴间 厕所 还在镜子上手写了图案跟欢迎词 然后小吧台 还有这个儿童玩具 比那个绿王杀的 下面是冰箱 酸奶是我们自己带过来的 然后 然后 这是人的床 哎呀还搞了个 不要坑 然后我们 这是送的水果 电视这边有HDMI口可以连接电脑 然后在线追剧 看综艺 莲花楼 大铁有在追吗 刚刚 这边是给宠物的 它还 搞了一个小船 然后 纸尿裤 带着可以去 捡粪便的 还有一个小玩具 这个飘台的景观很好 小狗可真幸福 每天晚上服务员还会送狗粮过来 有10集中口味可以选择 是调配好的营养餐 商城只来了一天就认得路了 除了电梯就会任路跑到房间门口 外边的景好是美 那边是泳池 健身房跟SPA 等一下再去玩玩它的四十个种 这两天刚好是泰国的母亲节 也就是现在太后的生日 酒店的员工在布置 这两个大象也很可爱 这个酒店的大堂在二楼 一楼是停车场跟其他的配套 这里有出去外边是停车场 还有当车可以出租 150株加加每半天 这边有宴会厅 这边有宴会厅 这个酒店里的活动空间特别大 遛狗闲逛都很舒服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边有一个沙汤泳池 和同活动区 右边有另外一个泳池 这边的泳池人比较少 那在酒店可以踢足球 往下走是游泳池 这个泳池最大热感是这个水族馆 这边有个小沙 我现在下去潜一下看看怎么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洋葱里面 游泳池游泳 玩滑梯 玩滑梯 玩滑梯還自己帶了風箏 放風箏 這是酒店的私人海灘 就在泳池外邊 玩滑梯的泳池也可以過來玩海 使水池和偶antes 玩滑梯 Produkt 玩滑梯 还可以免费猪皮亭 自己下海玩 费猪皮亭 费猪iel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附近的海鲜店也很帐很实惠 绝对是度假的好选择 关注我点个赞 转发 加评论 回数带理了解更真实的泰国 谢谢